还能挖翻应急 或者上皇冠打巅峰赛 但是你觉得上分 狗啊狗啊太磨叽了 今天就通过这一时 给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怎么样上分 才是最轻松的呢 轻松就是今天的核心思想 看到这个航线 我就决心拿车去屁岗 这张图有所有的固定刷车点 和随机刷车点 去屁岗不是目的 目的是简单塑点物资 去屁岗旁边的海里 我是海带嘛 海带肯定是要住进海里的 海岛地图中低分钻的特点是啥呢 前期这些热门钢琴点 跳人多 吊人快 他们是猛男嘛 一旦说第一个点打下来了 紧接着就是摇车追空头 他们不太可能说为了我一个人 大老远的开船船往海里跑 其他狗分的同行呢 一般就是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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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咱们简单塑把枪就可以开船下海了 还是这张图 上面有所有船只的随机刷新点 记着啊 要把船横过来挡在身前 这样万一有人在岸上打你了 船作为掩体会给你一点点的反应时间 不至于直接被秒了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干起来自己的事 安心的泡澡挡刷圈 泡澡不同意在岸上打椅 打椅的时候总是会碰到鸡哥捣乱包罗位置 或者有人经过 哎呀呀 吓出一身冷汗 泡澡绝对安全 这局运气一般 第三个圈就刷走了 但是这时候厂上只剩下15个人了 那么无脑加分吗 转移路上碰到一个外面小哥 补充一点物资就打决赛圈了 兄弟们 倒了要做什么 不好意思啊 穿台了 赌啊赌啊赌啊 这一波有队友的话 说不定就赢了 如果没人愿意跟你这样走 可以去踢踢瓶啊 游戏CP相从找 连麦吃鸡没翻到 哎 加了22分 你看 啥也没干 22分相当于白给嘛 载具刷新点这张地图在哪啊 就在游戏大厅 更多里面的威慑区 然后点开工具你就能看到了 嫌麻烦的可以把我的视频点赞收藏一下 不管你是什么打法 记住刷特点都是有用的